115集 置身其间的墨青城仿佛走进了一个美妙的梦境 一直走到主海的尽头,是大片大片的药园 旁边的青草地上,有一只雪白的大雕在独步 另有一只极肥的老虎模样的灵兽趴在那里打着盹 灿烂的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洒下来 给墨青城所见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光韵 包括那个在光韵中的灰衣男子 墨青城站定的那一刻,正随意地用修长的手指 给大老虎顺毛的灰衣男子抬起了头 含着温和的笑意向他望来 墨青城却如遭雷尸,再也吐不出一颗字来 那人还是随意地披着一袭灰衣,显得轻瘦出尘 不变得眉眼,却不像那时令人见过就忘 反而有种说不出的光滑气云收敛其间 暗淡了周深的景象 顾大哥 墨青城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雨带哽咽 顾大哥,一别食雨仔,你可别来无恙 一时间,墨青城有千言万语,哽在喉间 却最终在灰衣男子温和而淡然的笑意中,跪白于地 徒儿清晨,拜见师父 近了片刻,传来灰衣男子低沉,却不失轻雅的身影 起来吧 墨青城缓缓站起,半垂眼帘立在那里 宴上的波澜不惊,却是在宴是心中的惊涛骇浪 你过来 灰衣男子温和的道 墨青城一步一步来到她面前,依然不敢抬头望她 那一年,她的出现,借了她的燃眉之急 那一年,她的出现,救她于水火之中 虽彷徨无助的时候,有她朝夕相处,共成黄鹤的千里相送 虽是两世为人,她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 便有了那情不自禁的心动 可是再相见,她已经成了她的师父 我叫顾黎 吉兰石,自好何光 灰衣男子缓缓解释 随即微微一笑 清晨,没想到你一下子这么大了 坐,把手伸出来 到底,他的确是那位曾经的顾大哥 墨青城心中微色地想到,依然把手伸出 顾黎手中出现一个圆盘,示意墨青城把手放上去 墨青城那一瞬间有些赫然 一直以来,她从没有因为自己是四灵羹而自卑过 可是这一刻,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她会不会因为自己是伟灵羹而失望 四色灵光闪起,顾黎并没有任何反应 反而伸出修长的手指搭在墨青城手腕上 墨青城下意识地一躲,脸颊微微发热 顾黎微微一震,随即却震了脸色 清晨,你住脊太过仓促,根基不稳 有位静下心来稳固修为 若是任职发展,日后终成大患 墨青城心中一惊 自己见了她这般不能自控 莫非是注击过急,道心不稳 这样一想,墨青城松了口气 对,一定是这样 清晨多谢师父指点 墨青城微微失雷一礼 清晨 那边的竹舍空着,你便住在那里吧 若是缺些什么,就对师父说 这段时日你不要急于修炼 先帮我打理一下药源 另外,后边的库房堆着不少药材 也需要你分文别类的处理一下 啊,还有这血玉灵雕和通天风虎兽 也劳烦你多多照顾了 顾黎一连串串风吹道 墨青城顿觉满脸黑线 乖乖地点着头,心中泪流满面地想 师父,您确定收的是入室弟子 而不是杂役吗 不管怎么说 顾黎这番话令墨青城刚才那番女儿情怀 顿时抛到了脑后 顾黎似笑非笑地打量了小徒弟一眼 拍拍手下的通天风虎兽道 大华,你带清晨去他住处 鹤老虎长得极像 只是肥了不止一圈的通天风虎兽 不情不愿地低吼了一声 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邪逆了墨青城一眼 然后迈着优雅的猫布向一片竹射走去 墨青城抽了抽嘴角 这灵兽是什么表情 怎么看起来像打翻了醋坛子 好吧 他不但要重新当回杂役 还要和一只老虎争风吃醋 墨青城顿觉将来的日子定然精彩 墨青城被名幻大花的通天风虎兽 引入了一片竹射 没等他有所反应 那大老虎就一个转身 用屁股对着他掉头走了 墨青城无奈地笑笑 打量着自己的新居 这片竹射紧紧相连 每个屋子虽不算大 却极精致 除了寝室 敬房和练工房 另有厨房 单气房 甚至还有零售室 这些竹屋被一排青竹篱笆半围起来 还围出了一个小院子 可以说 这里虽不像别的住机修士那样自成洞府 可该有的却一样不少 墨青城越看越满意 眼下虽快入冬了 可这满眼的绿色令人心情愉悦 反正他又不怕冷了 清凉一些算什么 就这样 墨青城在竹舍中住了下来 虽只有师徒二人 外加一只大雕 一只老虎 一只乌鸦 难得不修炼的墨青城 却因为顾离之前的那份安排 每天并不得写 每日天微亮 墨青城变起来 先要去打理那片药源 因为药源按灵药的药性分了五行 每种灵药又有自己的独特要求 有的甚至很是娇气 比如一种叫半月棉的灵药 它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锁开的花 可是那花却会在太阳一出而枯萎 墨青城便需要 在太阳未出之际赶着 把花采摘下来 还有一种灵草 同样需要在太阳将出未出之际 把上面的露珠采到玉瓶里 这露水便是最上等的泡茶之水 这两样东西是最令墨青城焦头烂额的 因为它们不但有时间限制 采摘时还需要特殊的手法 并以灵力包裹 而不能占了烟火器 每次折腾下来 墨青城都觉得灵力耗尽大半 累得气喘吁吁 这还没完 打理完药员 他便要用采来的露水烧水泡茶 烧水的火 同样不能用烦火 而是要修饰的真火 好在墨青城 是在自己的小厨房中完成 才能保住清新流离火的秘密 令他心中窃喜的是 师父对他泡茶的手艺很是赞赏 说他泡出的茶口感极佳 大有灵气 墨青城猜测 恐怕和那烧水的火有关 之后 墨青城便要去灵兽室 把雪玉灵雕和通天风虎兽 牵出来放风 他那只火乌鸦顺便享受同等的福利 这也就罢了 最令他发指的是 他居然 居然还要给那只大老虎顺毛 每当他拿着小木书 给那只老虎顺毛时 还要受尽他的白眼 可谁让人家实力比自己厉害 还有师父做靠山呢 老娘忍了 到了下午 墨青城便要去库房 清理那些不知道堆积了多少年的药材 一点点的重新分类处置 还要贴上用土标签 但弄完这一切 便到了傍晚时分了 于是 墨青城开始进厨房 做饭去 其实 无论是墨青城还是顾黎 都能够屁股 可令他奇怪的是 他那位师父 却要求每天晚上 有他准备晚饭 当然 所有的食材 全都是充满灵气之物 有几种美味的 令墨青城差点连舌头都吞下去 师徒二人喝着墨青城自酿的灵酒 这一刻 倒是一天来难得舒适的时光 当然 若是忽略那同样跟着 喝酒吃肉的大雕与老虎的话 至于火不压 毕竟是自己的灵兽 也就罢了 墨青城本以为 一日不修炼的话 自己会浑身不自在 可谁知道 一天下来 做完这些事 再回到屋中 累得倒在床上 一觉睡到第二日 又开始同样的工作 在墨青城日益哀怨的眼神中 他那安静淡然的师父 却不为所动 每当他想抗议 却在他温和的目光中 败了下来 我 我才不是怕他不满意 我只是 只是尊师重道的好徒弟 每当墨青城伸出别的念头时 便立刻用这个理由 把那些杂念压下 等时日长了 墨青城渐渐习惯 每日的生活节奏 那种忍不住想修炼的痒痒心理 居然真的淡了下来 仿佛做这些 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甚至有一种错觉 自己已经远离了 时刻紧缝心弦 修炼的修真节 而是过起了隐居的田园生活 夜幕门 月亮回酒地 明眸中寒烟帅早起 一口眼下烈光影不尽 灼热门后那段回忆 牧云的变化 牧远的树梦不死 梦地书讨压松车就寂 交错的净事或我心 陷阱声声若寂弯击万风寂 曾约看尽多少别离 我身落千里 将青山迎去隔天涯 不怕又相见心 着酒毒瘾 再见我风起空间雨 隔续的冬日下 墨清晨侧坐在通天风虎兽的旁边 一手轻巧熟练的为他梳着毛 一边半眯着眼哼着小曲儿 出门几日的顾黎走出竹林 所见的便是眼前的景象 他无声地立在那儿 听墨清晨把小曲儿哼完 这才出声道 清晨 墨清晨目的抬头 见顾黎归来 脸上扬起笑意 抛过来道 师父 您总算回来了 哦 一个人可是不习惯 顾黎见小徒弟 渐渐恢复幼时的活泼 眉眼不自觉流露出笑意 墨清晨这些日子 也影响通了 不管未来如何 目前这样的日子 却是他梦寐以求的 既如此 自己又何必那么贪心 整日自寻烦恼呢 有了这感悟 言语形式便恢复了以往的洒脱 是啊师父 您出去这几日 清晨日对着他们三个 连个说话的都没 墨清晨含笑说道 不过是随意打去一下 谁知接下来的事 令他目瞪口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听雪玉灵雕和通天风虎兽一口同声道 你说谁不会说话呢 字字清晰 标准的不能再标准 就连那火乌鸦都凑热闹的娃娃叫着 你 你们 墨清晨望着三个家伙 震惊不已 顾离终于忍不住呵呵笑出声来 清晨 他们是五级领袖 早已经能口吐人言了 墨清晨紧紧盯着他们 见那大老虎一服不屑的样子 气不大一处来 既如此 你怎么 怎么从来没和我说过话 通天风虎兽 咸觅他一眼 随即蹭到顾离身边卧下 慢条丝里道 我才懒得和你说 你小伪那么差 我都看不上 众人还收你当徒弟 哼 墨清晨暗息一口气 转向雪玉灵雕 就见雪玉灵雕 不好意思道 不是因为大花不让我离你吗 师父 墨清晨气得倒痒 可怜巴巴的望着顾离 顾离安慰的拍拍他 对一鸟一虎训斥道 小玉 大花 日后你们不可再戏弄星辰 叫好好相处 最初见着丫头有些心服 正巧大花是个便扭性子 磨一磨他也好 如今看来他心性甚佳 是时候重新安排了 顾离暗暗想 随即对墨清晨道 清晨 从明日起 那些大事 你可以放下了 墨清晨已正 师父 看到徒弟那呆愣的模样 顾离呵呵笑道 怎么 你还舍不得 舍得舍得 师父 您是不是要传清晨新的功法 墨清晨忙道 见墨清晨一提到与修炼相关的事 就两眼放光的样子 顾离暗暗好笑 墨清晨见顾离没有作声 试探得到 难道是法术 顾离一手一动 出现一枚玉剑 含笑递给墨清晨 墨清晨接过来 迫不及待地用神石一扫 缠思清目绝 顾离一点点头 你既然主修墨系功法 想来入了遥光派 所修的便是清目绝 清目绝虽是大众功法 但用来打基础也不错 只是如今已记住击 那清目绝便有些不适合了 这禅思清目绝是维持早年所修的功法 更注重锻炼修饰对灵力的细微控制能力 同时在攻击上也有独到之处 听到是顾离早年所修的功法 墨清晨心中欢喜 师父听说您是墨清晨天灵根 不错 清晨 你是不是觉得灵根很重要 顾离想起当是测试墨清晨灵根的时候 他微微赫然的模样 轻声问道 墨清晨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 心性早就静了下来 恢复了以往的通透 笑道 清晨觉得灵根自然是重要的 不然那些门派家族 怎么会对浩灵根的弟子亲力培养 浩灵根的弟子也确实比伟灵根的弟子修炼快 顾离并没有出言打断 而是静静的听着墨清晨的想法 墨清晨继续缓缓说道 不过清晨想来 除了灵根 丹药 财力 心境 性情 甚至运气 都是缺一不可的 好的灵根 只是让一些修饰 在修仙路上走得快 但并不一定会走得远 为灵根的修饰中 也总有些人会脱颖而出 虽然那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 但是清晨有信心 成为其中的一个 是啊 他除了连根差些 别的方面 自信 绝不会输给别人的 妄子 飞薄 不过是无病身影而已 顾离听了墨清晨的话 轻轻扫了他一眼 再许得到 清晨 你说得不错 虽然 有些领悟 因为境界未到 而不太准确 但 向道之心 却是不差的 师父 清晨哪里说得不对 请您指教 涉及到修炼的事 墨清晨一直秉承 不懂就问的原则 更何况 有这么优质的师父在 灵根优劣 在炼器期 筑机期 确实是极为重要的 这并不只是因为修炼速度的快慢 毕竟 若是丹药充足 哪怕是伪灵根的修饰 修炼起来 都不比双灵根的修饰差 顾离缓缓说道 墨清晨点点头 不错 自己就是如此 有充足的丹药 还有高级的聚联阵法 修炼速度 甚至比双灵根的修饰 还要快 灵根的重要性 关键是在于进阶 炼器期 进阶筑机期 筑机期 进阶结结单期 前者 是把体内气态灵力 转化为液态 后者 是把体内液态灵力 转化为固态 在进阶丹药的帮助下 除了前期考验 人耐力毅力的 经脉断裂 灵力暴胀之痛 更主要的是 看丹田 吸收转化灵气的快慢 而这个速度 正是灵根决定的 顾离语气淡淡的说道 墨清晨心中一顿 师父说的不错 自己当时冲击助击 就是因为迟迟差那么一点 才一连吃了七颗助击丹 才侥幸助击 甚至 若是没有清新流离火 丹田 恐怕就承受不住 药里的冲击 而爆裂身亡 这样看来 自己以往的理解 还是有些浮浅 因为丹药的充足 而下意识地 看清了灵根的重用 想到这里 墨清晨偷偷洒了顾离一眼 莫非 他是在提醒自己 不可因为如此年轻 就助击 而伸出骄纵之心 见墨清晨若有所思的模样 顾离牵起嘴角 继续道 不过 冲击 冲击 杰丹 除了灵根 更为重要的 还是心境 因为杰丹 除了画业 为顾那个关卡 还有随之而来的 星魔考验 而到了杰丹起 灵根 虽仍重要 可是其他因素 却同样重要了 比如 为师 虽是人人羡慕的天灵根 却仍是在杰丹初期 困了几十年 至今没有突破 为何 墨清晨听得入神 顺口问道 话说出口 才觉得有些唐突 悄悄看了他一眼 顾离见他那样 并没有不悦 反而淡淡的道 大概是因为 我心境 还未修炼到家吧 墨清晨看着他 自在洒脱 坦然说出的样子 实在想不出 这样的人 心境 究竟哪里出了破绽 而到了原音起 灵根的作用 便更自知 丹药 机缘 心境 悟性 任一个 反而排在了灵根前面 原音修士 受缘有两千余岁 在都没什么丹药的情况下 就算灵根差的 修炼慢点 可总有大把的时间 一点一点修炼上去 可是每个小境界的境界 都是千难万难 哪怕一个修士 比另外一个修士 快了几十年 上百年 修到原音初期顶峰 却可能一直困在那里 怎么突破到原音中期 那完全不是由灵根决定的 当然 为师现在离原音期还远得很 这些也是听我的师尊说的 您的师尊 我清晨知道 清目风的原音修士 道号流伤真君 正是顾离的师父 顾离恩了一声 嗯 你师祖道号流伤真君 他老人家如今正在闭关 日后你总有拜见的机会 现在我们在说说丹药的重要性 清晨 不知道摇光派的助基弟子 你见过多少 莫清晨汉爷 师父 徒儿大多时间都在闭门修炼 见过的并不多 摇光派助基修士将近千人 可半数的修士 中期一生 都困在助基出中期 而那些散修比例就更大了 便是因为助基期能增长修为的丹药 比练气期要贵得多 不是人人负担得起的 而到了结丹期 丹药更是昂贵 再加上其他因素就更为严重了 至于原因期 据说丹药已经不是零食的问题 而是根本寻不到 所以说丹药既重要 又不重要 师父 是不是因为到了高阶 若是有丹药 那修炼速度绝不是没有丹药的修士可比的 所以丹药很重要 但实际情况是到了结丹原因阶段 几乎绝大多数修士都没有丹药 所以大家又到了一个水瓶线 丹药也就不重要了 墨千尘问道 你说的不错 甚至那些千难万难的关卡 若是有相应的丹药 便会增加成功几率 只是那样的丹药 便是万金难求的 有的 只是存在在传说中罢了 墨千尘听了 心中一喜 这么说来 灵根的问题 还是能够用丹药解决的 自己有仙壶在手 棉份不是问题 关键是某些灵草的种子和单方 而解决了年峰问题 这方面就比别的修士要容易得多 我之前所说的那些 便是高阶修士公认的事情 其实 我个人看来 修仙之路最重要的却是 机缘 墨千尘一阵 可顾离却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定定的看着他 慢慢的 墨千尘对这话 越来越认同 不错 自己当初 穿越到丫头身上 是机缘 在前世买的酒葫芦 随自己一起穿越 并拥有神奇的功能 是机缘 十四叔把自己领入墨家 从此踏上修仙路 是机缘 试想 若是当初父亲 没有支撑到墨家 说出那番话 自己如今 恐怕已被柳阳氏逼迫着 给地主老财 做妾了 他拥有了清新琉璃火 同样是机缘 那就认识了顾大哥 并被他所救 乃至现在 被他收为徒弟 依然是机缘 清晨 你可明白 机缘 并不等于运气 墨清晨明面纯 不是运气吗 自己刚才那番回想 幻觉自己的运气 居然很好 顾离轻轻的 在修仙界流传着一句话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所说的便是机缘 就比如你 你可知为何我会收你为徒 墨清晨眼睛微微睁大 这也是他想知道的问题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